2020第一屆最佳食物料理明星 得奖的是 有机发心蘑菇 熬夜打报告 天亮了还没睡着 睡觉欲罢不能 睡眠不足 生活压力大 做洗乱七八糟 换季的时候很容易感冒 想要再健康一点的生活 想要滋补长生 增强体力 精神旺盛 从天然食物就可以获得元气哦 是神奇的巴西 巴西蘑菇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台湾好人的小编 我们今天要用这个巴西蘑菇 来做两道料理哦 那我们现在说一下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它在日本 叫做鸡松蓉 那虽然它是蘑菇 不过它不单单只是个训类哦 因为它含有独特高分子的多糖体蛋白质 还有食物的纤维 也就是说它是料理界的食谱明星 超级明星哦 那巴西蘑菇呢 它不只是外形 跟其他的香菇不一样 它比较特别之外 今天用的巴西蘑菇 它的样子比较圆 它这应该比较有印象的是那种瘦肠型的香菇吧 那是因为菌种还有栽培环境 还有手法不同 都会影响到它的菇形 所以它两种的外形就有点差别 那它们内在都还是正港的巴西蘑菇哦 那我们巴西蘑菇呢 它还有很特别的香气哦 它带着有一点杏仁味跟坚果味的味道 好啦 那我们今天第一道菜 我们就来香煎巴西蘑菇 我们煎过会更香哦 好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先清洗巴西蘑菇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呢 巴西蘑菇它遇到水会变色 所以你料理前呢 再稍微的冲洗它就好了 那我们冲洗呢 只要用手轻轻搓揉下面这个地方 或是如果你加了软毛刷的话 你就可以沾水 然后轻轻的刷它 把上面的这个东西刷掉之后就可以了哦 那特别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已经把这些东西都洗好了呢 你就要马上料理 希望不可以把这些香菇拿去泡水哦 不然你的口感会变得比较软烂烂的 那整株的巴西蘑菇呢 都是可以安全吃下肚的哦 那我们先把它切拌之后 我们先倒入适量的两碗油 再来要转中小火 那我们就等它煎熟 其实主要煎到它两面的哦 然后香煎上色 差不多都可以了 看香煎有颜色了嘛 那两面都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盖上锅盖 盖上锅盖 是为了要让巴西蘑菇可以 最快的熟透 熟到它们里面 天下的巴西蘑菇呢 不可以煮太久 好 那我们等到散发出香气 就可以开锅了哦 那最后的就是用海盐调味 今天加上适量的盐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样煎一煎就完成咯 那我们刚才吃一口看看 还不错真的很好吃 它有一个清新甘甜的杏仁味 真的有一个杏仁味 但不是很臭的那一种 是好吃的 那口感吃起来就有点脆脆的 那一般香菇啊 吃起来可能会有软软 像你看外表 好像有点软软的 但它其实吃起来就有点脆脆脆的 这好不错 那我们等一下轮转教大家 做第二道料理 香炊巴西蘑菇 一般呢 大家炊饭煮饭的时候 我就先把白米放进去 然后食材呢 也会一起丢下去 一起煮 但是我们巴西蘑菇呢 它不一样 因为它不能煮太久 这样会让它变点不好吃 饮料的人流失很多 可以对半切 或者是四分之一 那么切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准备放进电锅 那放进电锅的时间 要等白米跳起来之后 我们再把它放进去 切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马上放进饭锅里 然后盖上锅盖 我们要用锅子的余温 把它焖熟 大概15-20分钟 就可以开盖咯 那我们今天第二道盖骨就完成咯 它其实也是那种杏仁的香味 只要你闻到它的香味 代表它已经OK了 不管你是煎的呢 还是放在饭里面一起煮 它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那我觉得在电锅里面 杏仁味好像被放大了 就连吃到旁边的米饭啊 里面有点香的 香味的杏仁 好吃 可以推荐给大家 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做法 那最后呢 来跟大家重点整理一下 我们跟三大点 第一点呢 你要在料理前 在清洗我们的巴西母乳酷就好了 喜欢记得不要泡水 第二点呢 就是不要煮太久 不管你是用煎的啊 或是用电锅 只要你闻到它的味道 那个淡淡的杏仁香味出来 那代表是OK咯 那之后第三点呢 就是你要留意 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 到底适不适合 因为其实有些有过敏体肢的人 跟这个食物是有点不适合的 所以你们自己要留意一下 那就是今天的重点 那除了生鲜的巴西蘑菇啊 我们还有干燥版的 干燥版的呢 就很适合拿来炖汤 所以炖汤的好选择 那不管是生鲜的 还是干燥的 欢迎都可以上 台湾好农官方网站 就可以购买到我们的产品咯 想知道更多当季料理吗 欢迎订阅台湾好农 YouTube 频道 记得要开小铃铛咯 按赞点书本资团 那我们会陪你一起了解 台湾在地上的好食材 那如果你想要看什么样的内容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说哦 拜拜